今天出现了一些状况 根据一个世界的定律叫做梅飞定律 科特有没有听过梅飞定律? 没有,认识少 梅飞定律基本上是一句废话的定律 但又好像很有道理 什么叫做梅飞定律? 就是说要错的事始终都是错的 要发生的事始终都会发生 这是废话 但也不是什么秘密 但大家不需要觉得恐慌 全香港周围都是疑似个案也好 始终D100是各方面的精英都会来做节目 近期间有些同事担心自己是否会确产 所以我们也是为同事着想 买了一些几好质素的快速检测装置之类 等同事去检测 怎料今天同事检测是阴性 但是有两个主持来做节目 不如你也检测吧 检测后发觉 那就是快速检测装置有反应 有反应就是两画 于是我们叫他先不要做节目 所以刚才卫石那里原本是奥地利人的 所以奥地利人未开麦 我们就叫他回去休息先 看看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 政府的合规格检测 然后班哥就和邦哥做了一段节目 然后就说班哥不如你也检测吧 因为班哥也没什么 完全很正常的 他说那就检测吧 检测后发觉 为什么又是有反应的 于是乎就说不如也休息吧 你回去先不要做节目了 然后就卫石不做 也要让别人听节目 于是乎立刻启动我们D100力球完美的精神 谁有空谁做 刚才邦哥吃了半个小时 现在就封指提早做 做到5点 真是这个精彩了 但各位各位自己也不需要担心 是世界活日来的 这个D100香港台这里 就实践一个叫做清零 就是说这间公司 在公司清零是没可能的 基本上都是要共存的 因为有些事情会发生的 发生就来处理了 接着怎么办 不来这里做就在家里做 等到自己的状态是阴性了 然后再回工 不会死人的 那些东西一定是这样调动 所以有些自己也不需要担心 班哥有没有事啊 奥地利有没有断气啊 那家权是不是死了啊 没有这些事 全部都是跟回政府的指引做 然后就去适当自己安全的地方休息 然后看看适当的时间再检测 那阴性就继续开工了 所以是科豆昨天一个很好的典范 就示范了在家里怎么做 然后呢 路续续都可能有了 那间公司都是这样的情况的了 那如果是的 那最后是厌了 都有水 那接着是阴性了 好回了 那当然会好回的 那才会上班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只不过一个正常的程序来的 刚刚的科豆 是的 我今天稍微转了一点位置 那个声音可以吗 哇 除了用这个叫做4K Surround Sound 还回立体声之外 都不知道怎样形容你的声音 基本上很重要啊 漂亮很多啊 其实都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做的 只不过位置转了一点点 就是我将那个position 转了一点点 看看可不可以近一点 转了一点的转换 收得好一些 因为昨天我听过YouTube那一集风子 就是我去交代我的经过 都好像发觉 好像收得了一些不是那么好 希望今天就OK吗 暂时现在试试 1 2 3 1 2 3 试你吗 不是试你吗 是试你的音 试你的音试得很好 你的音非常清晰 是吗 是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蔡萨 都说得很好 我觉得就 例如说我们今天 公司今天 大家为了安全起见 全世界一起做个快速检测 那么刚刚班哥和奥地利人 原来是positive 暂时这个叫做快速检测是两画 但是班哥和奥地利人应该是没有病征的 没有啊 表面上看下去 是的 你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 有个地方 我觉得蔡萨 或者D1-8 做得很好 就是当我最初 家里快速检测 哎呀 生孩子啊 两画的时候呢 蔡萨都立刻跟我说 他就说 喂 科豆 记住 不用内疚的 不需要自责的 因为第一 很多情况就是说 其实这个病呢 你那个传播的源头 你都没找到 例如说 我当你可能中了 但是可能 例如说 有同事都中了 touch food 但是只不过他没有病征而已 又或者可能你身边有朋友中了 那他和你出来可能见过 你以为他没事 但其实可能他已经中了 但是你不知道 然后他传给你 然后你有病征 所以我觉得 那个mentality 这个心态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叫做 有幸就是D1-8 都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大家庭 上下员工都齐心一起去 共度这个患难 你说很老实说 我最近都和朋友在那里聊天 有些朋友都是做医护那方面的人 其实大家都在那里说 不需要说 中了觉得很shame 很害怕 或者觉得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很老实说 你每天几千几千这样爆 难保有一天 其实你和我也有机会中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 你当然了 你说动态清零 不动态清零 我们都是要跟的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 例如说我们公司要经常做live的 就最实际了 做不到 是不是 不是说我们不跟你 做不做动态清零 而你实际上 你公司要运作的时候 你做不到这一件事 是不是 你看到 例如说 昨天 商台 麻利 又确认了 就是一个DJ 连着这个18老师座 再加上刘翁 又新增了确认 大家就继续看下去 到底这个动态清零 做不做到 但是我觉得朋友 老板 公司 家人 那个支持就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真的不幸 确认了 不要太觉得很自责 或者觉得会怎样 暂时如果你说是快速检测 中了 留在家里 之后就再去 可能大家再去做检测 或者其他那些 但就不需要觉得很内疚 很自责 嗯 我们可以 因为加时 三点前这里 就可以做一些高层次的探讨 因为我很少做这件事 因为我很少将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 一向我都是扮演一些低层次 和说色情 其实在分析政情 和世界大势方面 才是我的专长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 自己忍不住笑 大家想想一下 那个叫做内疚的情绪是怎样来的 因为我们也有个同事 那谁不要说 他又传了短信给我 哎呀蔡薩 我觉得很自责 我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自责 我家里有其他人 现在我又确认错 好像害了他们 我说 我好像科豆的说法就是 你知道谁传给你吗 如果你知道谁传给你 你是不是真的斩死他 又不是 那就是 人家也不想的 而且现在周围也是 而且 为什么你会觉得害了他呢 他感染了 如果身体没什么大意外 又或者他不是什么重症 那为什么你要自责 那倒是 都是感染而已 我说 你觉不觉得这是一种伤风感冒 我说 我都觉得 你家人有没有打疫苗 都打了 都打了 我说是 你要做的事都做完了 接着也是会确认 这个你都预认了 谁传给你 你又不知道 那其实你的恐惧是来自什么 我觉得他很麻烦 是的 那你就要想想 究竟这个麻烦是你带给他 还是政策带给你们 如果是的话 是政策令你觉得很恐惧 那你觉得有什么麻烦 是的 我觉得混在家里不知道 究竟应该 就是这14天 谁送的东西给我 我说 那你叫Food Panda 叫管理处拿上来 再不是叫亲戚朋友 送到你家门口 放下 敲两下门 打密码就是 阿虫介绍你 然后就撇 总之你没有接触 那就可以了 还有 你们又不是做什么 暑舌狗偷的工作 只不过感染了 你尽公民责任不出街 只是解决吃东西的问题 好了 那究竟不让你出街这14天 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那如果那个检测 譬如阴性 就立刻放宽你自由 而是7天你已经有自由的 你的CT值已经是30以上 那你是一个 不会传染人的人 应该可以出街 但是现在的政策 就是告诉你 第一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告诉你你的阴性 第二你想自己去检测阴性 他又越拖越长 第三你又觉得不知道 出不出街好 不出街又没有东西 你是觉得烦 所以觉得自责 所以那个烦不是来自你自己 是来自患 是来自的政策 是否应该这样想一下 发生了 是的 很多人就是 怕烦到人 例如说 我们之前说的葵冲村 也有个案子 是葵冲附近有间公司 就说有个员工 他说是易中的 他不知道的 快速检测都没做的 他就是觉得有病症 所以跟他的老门说 他老实即时跟他说,那你不要上班了 你回家,不过你不要去做检测 你不用检测,你当伤风感冒 现在我放你两个星期假 有新的放心,不会炒你,掉出人给你放假 休息一下,搏斗你也辛苦了 休息一下,打Jay先留在家 两个星期之后你没有病征了 然后那个人没事了 可能到时你再做检测,嗯,没事 都没事,negative 那你就上班了 那其实从这个故事大家就看到 大家其实不是害怕病毒的本身 因为如果你说很害怕病毒 你有什么医抑啊? 说你立刻去炎啊,很害怕啊 死了,会不会中了就立刻死了啊? 不是啊,而是说,喂,你不要跟我说你中了 喂,我不想听啊 喂,就是那个宝宝哭呢 你跟妈妈说,你不要跟我说,我听不到 你不要跟爸爸说,爸爸听不到啊 这样,就是说他怕烦啊 他不是说怕中了有什么事 就像蔡臣所说的,我们香港市民很听话的 那你政府说去打针,那就打咯 喂,如果我跟随你的政府规格 你说去谷针,我又听你说了 我打了,是不是? 然后我又真的不知道 哪个传了病毒给我 因为病毒,它不会自己无尽端 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嘛 一定是有人传给你的嘛 这个责任不在你身上的嘛 那你听着政府说,又洗手,打好罩 接着又打针,中了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没什么可以做的,其实基本上 那你会觉得内疚是因为你怕烦到别人 但是烦到别人不关你事嘛 烦到别人是因为现在那个政策很混乱嘛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载服务,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